台湾民间故事 美国婆老虎今在修行 必须吃几个小孩才能完全变成人 所以等下山找小孩吃 下山后 走在一户人家门外偷听 直到妈妈要外出 屋子里只有一对姐弟 于是这变成美国的名义 小孩就能听到屋子一句 最大半夜 美国婆吃了鸡 发出几绝的声音 姐姐听到后 美国婆吃什么 美国婆说可吃花生 或者多一块钱的手指头给姐姐 自己镇定的紧张要上座座 然后躲到门外的树上 躲到古姑婆发现要吃花食 她继续地要求古姑婆 找一颗热水 例如说是肉油 可以看 她要求古姑婆 将热水调到树上 她要自己跳到锅里 让古姑婆 把热水用绳子 放在树上 所以将古姑婆 抵上一个星星 这开水吧 这把树水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很大面熬 从中美国来说 这个墨生 墨生墨生墨生的机会和免贱 展示的后 能够在这边行为 这些东西 终于持续地前前 实际墨生墨生墨生 达了一些重要的战匙关 不像是 镜子 煨生墨生墨生 native 这个部分 可以批луч了 新年 mediagreb 这边吃 带表 比赛 下午 请ết 比赛危险